F4 鎖起來 好 鎖起來之後的話呢 記得喔 減掉它 再加1 把它原來位置加回來 打勾 那我向右填滿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有沒有 1月 跟正一下 12月的第一天就出來了 那你想說那個 那如果我今天11月 11月是在禮拜天嗎 剛好 有沒有發現 它剛好就在這個位置 那如果10月 10月的話是在禮拜四 看一下 你可以確定一下 禮拜四沒錯 所以呢 它其實是根據這個數字 因為第一天位置 這個會自己動 因為你這邊拉了之後 這邊的數字是來自於這下拉清單 那下拉清單來自於這邊 它再給它 不就可以得到一個連鎖反應了 OK 所以這邊動 這邊也會動 這邊動 得到的結果也會改變 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欸 但是有一些東西不該出現的 所以好 比如說像這個10月份 那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它應該是把小於1的東西給不要顯示 然後呢 大於31的也不要顯示 這樣子就會是一個萬能力正確的結果 可是呢我要怎麼樣可以讓該顯示的顯示 不該顯示的不該顯示 幾種做法 那你可以從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把這個範圍去設定格式化一下 比如說你小於1的不要出現 就是把它 可是不要出現 怎麼不要出現呢 聖定格式化條件 頂多是格式 它其實裡面還有東西 只是說你裡面的底色跟字 色成跟這個 我們其實就色成黃色跟底色一樣 讓它看不到 但是這個並不是 治標的做法 原則上 最好是用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前面講過 如果邏輯判斷的話 它會有兩種邏輯 一種是小於1 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是小於1的 就不要出現 大於L3的也不要出現 所以有兩種邏輯 那前面我們講過啦 假如說我今天 希望在這邊 用邏輯判斷好了 不是用設定格式化 我們用邏輯 那怎麼做 第一個我比較建議是 因為那個邏輯 很長一串 那公式已經夠長了 你再加一個邏輯 你會頭痛 所以怎麼辦 我的習慣是 把不包含等於的部分剪下來 再插入函數 再加上一個邏輯 這個就一幅 一幅 然後邏輯部分有兩種 所以呢 再到這邊 前面的這個箭頭點一下 其他函數 一樣是邏輯 找到OR 好 好 好 沒有 好 可以嗎